作为中国首款舰载战斗机,殲-15从出生之日起就被拿来和FA-18苏33等舰载机进行对比。 从2013年首次公开至今,殲-15总共坠毁4架,还发生过空中起火的最高等级事故。 但在中国新一代隐身舰载机出现之前,殲-15至少还将作为主力服役10年,那殲-15为何会事故停发? 与殲-15外形或为相似的苏-33战机,近况又如何? 殲-15舰载机,在研制殲-15之初,中国从乌克兰购买了一架T-10K原型机作为参照物。 T-10K就是苏-33战机的前身,所以殲-15与苏-33相似也就不足为己了。 但中国进口的是T-10K的7号机,苏-33的演变顺序是T-10K-4、苏-27K-U、苏-33。 所以殲-15与苏-33同宗。 但殲-15是中国根据T-10K-7自主研制而来的。 通俗理解就是同负一亩,所以殲-15不完全是苏-33。 但当时中国制造重型战机的技术薄弱,殲-11AB都是苏-27的亲戚,所以殲-15的可靠性也好不到哪具。 俄罗斯苏-33战机,虽然殲-15与苏-33脱不开关系,但后发制人的性能优势还是有的。 殲-15使用整体钛合金大矿,空虫比苏-33减轻900公斤。 另外殲-15使用国产波上石发动机,最大推力2×132KN。 相比之下苏-33使用的AL-31最大推力为2×125KN。 所以殲-15推力占有,再加上空虫和机体的优势。 殲-15总体性能超过苏-33,虽然俄罗斯计划用米格29K取代苏-33,但最近一次执行任务时,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携带的4架米格29KR坠毁了2架,可靠性还远不如苏-33战机。 所以期待米格29K超过殲-15也不太现实,我上时发动机,那殲-15性能不错,为何会是故停发? 殲-15采用与殲-11B战机相同的数字是4余度电船操纵系统,但殲-11B的电船更是事故多发。 当时沈阳军区一架殲-11B进行飞行训练时,机身突然大幅度摆动并失去控制,但飞行员使劲握住操纵杆,并抓住时机成功迫降。 但殲-15分之11B事故停发也不都是电船操纵系统的事,当初研制殲-15时,中国制造重型战机的经验还很薄弱,仅靠测绘掌握的知识无法满足需求。 但随着殲-16和殲-20重型战机的服役,中国完整地掌握了重型战机的制造技术,所以殲-11B-15肯定会越变越好,稳定性将其大提高。 英国四倍式航空发动机是60-70年代十分优秀的涡扇发动机,其民用型号广泛装备各型客机,以省油、性价比高而著称,而军用型号的推力则十分强大,可靠性极高。 美军在当时最为拔尖的F-4鬼怪式战机,为了获得更好的性能,也不得不低下头向英国人讨要斯被发动机的技术。 颇具黑色幽默的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二战期间美军的P-51野马式战机采用的也是英国发动机技术,美智鬼怪式战机。 不过与美国的全球野心不太一样,当时的英国早就没了日不落帝国的光辉。 想得更多的是挣钱过好小日子,手头竟然有那么多技术,那么用技术卖钱自然是一条挣钱捷径。 在英国人眼中,生意是第一位的,至于和美国是什么关系,那不太重要。 实际上,40年代末的时候,英国就向美国的对头俄国出售了最新式的尼恩喷气发动机,米格15。 当时俄国人的喷气发动机技术落后,还处在消化二战德国喷气发动机的阶段。 德国人很多产品可靠性不佳,这款英国成熟发动机的到来瞬间帮助俄国人敲开了战后第一代喷气式战机的大门。 50年代,当使用英国发动机技术的米格15成为美军空中最强劲对手的时候,美国人心中恐怕是诅咒了英国人上万遍。 四倍发动机,70年代开始,中国与英国开始就四倍发动机的引进项目进行磋商。 当时英国愿意向中国出售四倍,除了挣钱,也有维护关系的需要。 因为当时中西方关系正在逐步回温,英国人可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在谈判过程中,英国人倒也很是豪爽,没有藏着捏着,也没有像俄国人一样搞点二流技术来充数。 其提出,可以向中国提供民用和军用四倍发动机的成品,零部件,毛匹件,更可以出售技术资料,帮助中国建立四倍发动机的生产线。 这种表态虽然背后是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但在当时技术封锁的大背景下,这的确是难得的。 轰六曾预想用四倍发动机改进。 70年代美国人虽然也试图缓和对华关系,但其并不希望中国掌握如此一流的大推力航空发动机技术。 这种技术直接被美军一线战机所使用,开始对英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其不要对华出售四倍发动机的技术资料。 成品出售也应该只限于民用版本,但英国人顶住了美国的压力,甚至在美国人没有点头的情况下就与中方签订了协议。 非爆战机的动力也得益于四倍发动机,当然,英国方面得到的货款是十分丰厚的。 当时参与引进四倍发动机的人员回忆,当时四倍引进的一个压力就是实在太贵,四台发动机的价钱就比得上一架轰炸机了。 但对于这种难得的获取顶尖技术的机会,我方下定决心,花再多钱都要弄回来。 五十台四倍成品发动机和相关配套的技术资料,零件价钱,如果根据购买力折算成今天的价格,大概相当于十亿美元左右,这的确是很贵了。 对于当时的我国而言压力很大,但这种最大推力达到十吨的新式航空发动机的到来,却让我国接触到了当时最新式的军用航空发动机技术。 还是值得的,近日,据印媒报道,印度国防部对外宣布,印度将向缅甸免费赠送6架HJT-16金兰初级教练机。 该发言人还表示此举是为了巩固和缅甸的友好关系,以及提升缅甸培养飞行员的能力,并表示印度方面还会派出大批印度专业人员驻扎缅甸两年, 为飞机提供后勤维护服务,并且还会帮助缅甸飞行员进行训练。 但军事专家却表示,印度拉拢缅甸主要是为了平衡北部邻国在缅甸的巨大影响力。 一、缅甸收获哭笑不得。 据悉,缅甸方面此前采购的骁龙战斗机也在近期完成了首批交付, 为此缅甸不仅引进了国产K8教练机,还向俄罗斯采购了雅克-130高级教练机。 按理说印度此次提出无偿赠送6架教练机,缅甸方面是非常乐意接受的。 军事专家透露,缅甸在听说此消息后确实非常心动,但验货时啼笑皆非的场面出现了。 据相关人士表示,这款教练机不下于20年的机灵,保养情况更是一言难尽, 而印空军的维护和保养能力也一直受到外界诟病。 缅甸方面更是不敢猜测这些教练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导致缅甸飞行员无人感碰。 二、AJT-16教练机性能介绍。 专家介绍,这款教练机研发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总共生产了250架。 很多已经面临退役,这款教练机使用的是能够容纳两名飞行员的并列双座驾驶舱。 配备的是窝喷发动机,长度为10,6米,地展为10,7米,最大起飞重量为4,2吨,最高时速为700公里,航程为600公里。 专家还表示,这款教练机不仅能够用于训练,还能携带2挺7、62毫米轻机枪等少量武器,并且拥有4个武器挂点,能够携带一吨重的弹药、火镜弹吊舱等,能够进行低烈度的对的支援作战。 3. 印飞机失事原因曝光 报道中称,尽管印度方面认为无偿赠送飞机是善意,但是缅甸方面对于这款几乎是废品的飞机并不满意,此前外界也一直盛传印度作为全球坠机事故最多的国家, 甚至印度最多的时候一年坠毁了52架飞机,这就相当于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架飞机失事,而外界更是猜测这和印度的教练机脱不了关系。 据调查,印度一半的坠机事故都是人为因素导致,想必印度如此高的失事率下,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缅甸飞行员为何不敢飞印教练机。 日本媒体和美国海军学院新闻网以及Twitter用户消息,当地时间12月6日凌晨,美军驻日本沿国基地一架FA-18大黄蜂战斗机和一架KC-130空中加油机在太平洋日本海岸附近发生碰撞后坠毁, 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后证实了该消息,并表示,因为战斗机和加油机相撞并坠毁,搜索和救援行动还在继续进行, 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是12月6日2点左右,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早些时候,日本NHK电视台报道称,相撞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上当时有两名飞行员, 而KC-130空中加油机上共有5人,事发后,日本自卫队以及日本海上保安厅立即作出响应, 前往事发海域附近搜救失踪的美军人员,美国士兵也参加了救援行动, 目前已经有一名飞行员被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营救上来,据悉尚有意识, 当地时间中午12时左右,第二名人员被救起,目前还无法确认其身体状况, 剩余5人还在搜救中,日本自卫队目前已经向事发地派出了6艘海岸防御。